大家好 我是公管系研究員王四豪 本計畫主持人為公管系張正吳教授 本計畫是透過菲勒電漿改善漁溫水質 台灣是一個四面環海的海洋國家 因此漁業非常發達 可分為遠洋漁業、近海漁業及養殖漁業 其中遠洋漁業最新盛 但是由於近幾年的氣候關係 而導致海洋的資源逐漸減少 因此養殖漁業已經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 海鮮供應的重要來源 由於台灣地小 在有限的空間中養殖大量的魚蝦 會導致病菌以及有機物質產生 而且會逐漸的增加 並且水中的含氧量會偏低 最終會導致我們魚蝦病變死亡 而影響養殖漁民的收入 因此如何去解決水中的病菌、有機物質等問題 並且可以提高水中的含氧量 成為我們的解決養殖漁民的收入的主要方向 本計畫是利用非熱漁漁電解的因素 與水護化系統相互搭配而成 當非熱漁漁電解時產生的高能電子 撞擊空氣與水護化系統結合而產生的氣態水分子空氣的時候 會使氣態水分子、電解產生離子、自由基等等的物質 這個物質導入水中時可以達到水質淨化的功效 同時氣態水分子空氣、電解也會產生氧分子 而增加我們水中的含氧 未來可以將這個方法導入我們的漁溫水中 提高養殖的魚蝦的存活量 以增加漁民的收入 達到漁業永續的發展功效 時間開始前我們會把我們要量測的水 如漁溫水或是自來水 然後進行量測 我們會先量測一開始它的水中的硝酸鹽 雅硝酸鹽、氯的一些含量 然後再把這些水倒入我們的第二個器皿中 當我們的空氣壓縮機改變它的電壓電流時 它的空氣流速會改變 當空氣通過我們的第一個器皿中的水會形成氣態水分子 而氣態水分子通過我們的非熱電漿時 非熱電漿會電解氣態水分子 氣態水分子會形成我們的自由基一些物質 而導入我們的漁溫水中 然後半小時我們會取一次水中的含量 然後進行我們的量測 看看裡面的有害物質會不會減少 透過本計劃執行 已經可以確認非熱電漿電解氣態水分子 對水質的改善是可行的 未來將繼續進行技術改進 並且將技術轉移到相關產業以完成量產 可以實際幫助台灣的漁業 讓漁民增加收入 本計劃的實行成果 已經發布於國際SCI論文一篇 回Q2等級 並且產學案兩件總金得40萬 而且我們參加了2022年日內瓦發明展 榮獲了金牌 未來我們也會將這個計劃實際回饋給漁民 提高他們的養殖魚蝦的存活量 增加漁民的經濟收益 讓我們台灣的漁業得以永續發展 會呈現